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观看丽的菜园系列影片 这里是日本祈福县 今天跟大家分享建苗的方法 我就利用前次的三种播种方法 长出来的菜苗实际操作给大家看看 在实际操作之前 我先送给大家三句建苗口诀 一 建小留大 二 建密留书 三 建病留状 好 我就在实际操作时具体说一下 这三句口诀各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片杂波的叶子菜 像这样的叶子菜 我一般是用懒人省时间建苗 加收获同时进行 这样节省时间又不浪费种子 这么多的菜苗长到这么大 不能一颗颗去拔 因为它们的根系已经连在一起 拔的话会连同周围一起给它拔出来 所以我使用剪刀来贴地面剪下来 这次剪的时候呢 先使用建密留书这一句口诀 把过密生长的位置的菜苗呢 先剪一部分吃掉 剩下的菜苗等它们再长大一点 再次利用建小留大这句口诀 来进行二次建苗加收获 我这个叶子菜呢 我打算分四次建苗来进行建苗加收获的这个操作 在这四次建苗的过程中呢 除了上面的两句口诀以外呢 还要注意观察病虫害的情况 一旦发现呢 就使用建病流状这一句口诀 去掉病株弱株 留下建状的植株 采用撒播的方法的 叶子菜呢 底肥我下得非常足 所以建苗后呢 不需要进行追肥 接下来看看 这个调拨的根菜的建苗方法 看看使用哪一句口诀比较合适 那么总体来看呢 长得也是很密实的 没有稀疏的地方 那我就使用那句建小留大 先把稀小的苗拔掉 这个呢 因为它是樱桃萝卜 建下来的苗呢 全猪可以用来做撒拉 为了再拔出来的时候呢 少带出一些泥土 和伤到旁边的植株 在建苗前呢 我先给它浇透水 拔完小的细苗 再要定一下甲性猪具 比如樱桃萝卜的理想猪具 是15到20公分的话呢 这次我们就先将建苗 建到猪具5到10公分左右 再过两周 再进行一次建苗 利用呢 也是建小留大 建并留壮 这样的两个口诀 使苗和苗的间距呢 达到15到20公分 这样理想的猪具 建完苗以后呢 要给剩下的苗 做一下培土和施肥工作 最后看一下上次视频 学拨的还没有出苗的 它们呢 其实是四季豆 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 一般学拨的话呢 都不会长得过密 植株数量都比较少 那我常用的就是 建小留大和建并流壮 这两句口诀 根据品种 一窝该留几颗的 基本原则 留下必要的株数 其他的去小留大 去病流壮 如果小苗和病苗之间 需要做一个选择的话呢 那就是见病留小 有苗不愁长 养啥别养病 比如这个四季豆 一窝留一两颗比较合适 我就来观察一下 这一窝的三颗苗 这一颗呢 很壮 这一颗的角若 然后这一颗呢 看起来就不太健康 这个时候呢 我就先把这株 看起来不太健康的苗拔掉 拔的时候呢 按住其他的苗 防止连它们一起拔出来 剩下的两株苗呢 给它们稍微培一下土 然后追一点肥 好 以上就是撒波 调波 学波 三种播种方法 实用的 鉴苗口诀和实际操作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有帮到您 请帮我点个赞 欢迎留言 欢迎订阅 千万别忘了 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